哈喽大家,今天视频的主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我的2023年的年度爱用 那先说声明一下,所有的产品全部是我自己购买使用来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种草,全城无广 先说一下我的肤质,我是中性敏感肌,非常敏感的那种 太热,太冷,换季,花粉这些我都会容易过敏 所以对,皮肤比较脆弱,脚趾层比较薄 那我自己的护肤诉求就是维稳保湿 如果有一点点的抗老就更好 那这一年当中我的护肤比较主打的就是极简护肤 就是使用的东西比较少了,步骤也简单了 就是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护肤 对,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那让我们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吧 就从我的护肤顺序开始讲 首先来说第一个,它是卸妆 那这款是RV大家的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敏感肌非常的友好 而且它成分非常的安全 属于纯素类的护肤品 那它上脸之后洗完了非常的滑嫩 就是滑丢丢嫩嫩的就是那种感觉 就让你皮肤觉得肤质提升了很多 而且它的那种肤质提升不是表皮上 它是从里到外的一种嫩感 就是有一种形容就是感觉你的皮肤要掐出水来 就是那种感觉 有点夸张啊,但是大家想象的是那种 那我自己觉得它的使用早晚都可以 如果你早上说我是敏感肌 别想简单洗个脸就你干手干脸把它涂在脸上 然后拿水一冲就可以了 那晚上呢它卸妆 我觉得它的卸妆能力你是简单的涂一个防晒 或者是简单的底妆这种都完全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像我今天的这种妆就完全的不行 关于防水眼线胶笔啊,睫毛膏啊这类的 它都没办法 就是它是那种无论你怎么搓 它都很难卸得掉的 我自己最不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有一种香中带着科技感 科技感当中又带着一点点的香 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它整体的使用感觉 我都非常的喜欢 尤其对我这个敏感肌 它挤出来是一个凝胶状 它是凝胶换化成油的一种感觉 当你把它推开 它就是换化成就是很轻薄的一种油 然后就开始卸妆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温和的 如果你是敏感肌 或者是你是大干皮 我非常的推荐 第二个,第二个是洁面 它是迪奥的花蜜洁面灶 首先来说一下它的优点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味道 它是属于玫瑰混 茉莉的香味 就非常的好闻 它是造肌 但是它的泡沫不是那种一打 很丰富,很绵密,完全不是 它的泡沫比较稀 很像类似于氨基酸类的洁面的那种泡沫 但是它还是有泡沫 冲洗非常的干净 我自己觉得说它摆在洗手台上 当做一个沉间的洁面是最好用的 因为它的清洁度没有这么强 然后给你皮肤清洁的同时 又给你皮肤带来一些水嫩感 就是让你使用的时候 就是心情非常的愉悦 就是它这个 确实就是除了你观赏的同时呢 你的使用感也很好 而且它的味道也很香 你把它放在洗手台上 你进厕所的一瞬间 就完全可以闻到这个清香的味道 就不会说你进厕所 没有什么香味啊 什么之类,不会 它就有点像厕所的香酷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又是一个好用的洁面灶 所以非常的推荐 那这款它的缺点就是 首先我觉得它不好买 我这个是从Harrows上买的 北美这边我没有看到有卖的 那其次呢就是 它的单价也不便宜 而且它一块洁面灶 不能放在你的浴室里 因为浴室一有水啊 什么这些 这个肥皂就消耗得非常的快 所以就是有一个小限制 但是整体其他的没有缺点 就非常的喜欢 就很推荐给大家 好那下面来说的就是二次清洁水 它这款是瑞颜家的 这是我忙买的 但是我非常的喜欢 先说它的优点 它是让你清洁完了之后 对你的毛孔里面堆积的脏东西和油脂 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洁 我自己是用化妆棉沾取 一般是清晨早上使用 你也可以早晚使用 看自己当天的肤质 那你早上清洁完之后 你觉得你的毛孔非常的舒服 就是很通畅 而且毛孔有缩小的感觉 而且整个皮肤看上去很透亮 很干净 而且呢就是你用完之后 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紧绷绷 倒拔干或者是非常的粘腻 完全的都没有 就有一丢丢的滋润 但是又很干净 让你的皮肤毛孔都呼吸非常的顺畅 那我不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单价非常的高 就是它小小的一瓶 当然它用量也很快 所以我就觉得它单价有点 没有到物超所值 但是好用嘛 是很好用的 我想回购它的超大瓶 就是可以按压的那种 我觉得那种会更划算一点 那它这款的味道 属于非常中药的味道 就是很我们中式中药的那种味道 我自己因为常年都有吃中药条理 所以觉得说 哎还是很好闻的 当然这种味道就见仁见智 有的人可能就非常的不喜欢 好下面来跟大家分享的 还是水 它也是一款精华水 那这款水呢 带有一点点的酸性 所以我一般只有在晚上的时候使用 如果最近假如说感生生理期 或者是皮肤没有这么耐受的情况下 我就不太会使用 它是比较温和的酸性的爽肤水 上脸的时候 其实是对你皮肤一个比较薄的一种 剥脱的效果 它就是把你脸表皮的一些老费的角质 然后比较磕磕巴巴的那种地方 和凸起的小颗粒啊那些 它都帮你可以擦拭的平整 就是会让你脸非常的光滑 你用完它之后 确实你在摸上去的时候 你脸非常的嫩滑 但是呢 它因为是酸 所以对皮肤是有一丢丢的刺激 我这么敏感的皮肤 使用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有几次赶上我的生理期的时候 就是下巴唇周这一块 你用完的时候就觉得很刺 所以当下你就一定要用 很强的一个修护的面霜 去赶紧修护一下 但是睡一觉转天起来 那个质感就非常的好 你就会很喜欢 它就是如果你皮肤角质层 比较薄的话 你当下用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哎有点扎有点刺 但不会很夸张 就绝对是可以接受的 转一天醒来的那种效果 你就觉得说值了 那这瓶水 可能就是如果你非常的敏感 然后你是沙漠大干肌 那我绝对的是不推荐 但是如果你是油性肌肤 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 像我是中性敏感 我觉得说我会回购 但是不会常年每一天使用 下面来说的是眼霜 我自己今年非常喜欢的眼霜 就是LAMARE的流金眼霜 先说一下它的优点 就是它非常的丝滑 眼睛性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温和 上眼不会熏眼睛 也不会辣眼睛 哪怕你当天就可能被风吹到 或者是眼睛比较敏感一些 它完全的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就是很温和很舒服 就仿佛没有涂一样 而且也不会是那种假滋润 就是头一天耳涂了 感觉滋润转天一袭 那眼周的滑滑的那种 完全的不会 而且它去那种干纹 小细纹的效果非常的好 当然如果你眼角 已经有鱼耳纹这类的 就是它不可能给你抚平 但你眼下因为缺水啊 干燥啊 尤其秋冬这种 尤其像秋冬这种比较冷 然后你可能又需要 在暖气的房子里面待着的话 它就会比较干嘛 它完全的都可以滋润的到 我自己非常推荐 那当然它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它非常的贵 没有用主要的就是眼霜的本身 它的膏体非常的好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膏体是比较厚重一点的 但是涂在眼上并没有很厚重 把它推开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哑光 也不是那种油的滋润的感觉 完全不是 就是让你的吸收也非常的快 滋润度又非常的强 就是非常的推荐 好下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精华油 它是Fresh家的精华油 我今年自己用到Fresh家 都非常的惊艳 所以非常的喜欢 就我没想到 我一直觉得Fresh是属于 给那种20岁左右的小姑娘们 就是使用的 就没想到就是 我这个岁是用下来 也觉得说 哎 不错 挺好用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修护非常的强 不管你皮肤怎么敏感 或怎么脆弱 当天假如说吹风啦 降温啦 暴雪啦 就这种季节 它都是可以 就是它的修护力非常的强 我觉得如果你是干性 中性 秋冬都可以用它 但如果你油性 我就不太推荐了 它可以混在面霜 也可以单独使用 或者是混在你的粉底液里 它非常的滋润 它滋润同时 不会护在你的毛孔上 让你的毛孔觉得 我堵住了 我马上就要焖豆了 就完全的不会 那对比Fresh和Lamere的那款精华油 两款来讲 Lamere的味道更好闻一些 就是有点偏橙花的一点 然后它更轻薄 那Fresh会比Lamere的 稍微再厚重一点点 但不会觉得闷 主要如果说修护的话 我觉得Fresh会更胜一筹 那它的缺点就是 它这个味道就是油 没有任何的香 就是油 但是也不难闻 也不会说你有那种油好味 就完全不会 它的流动性还是非常的强的 给大家推开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就是它修护的同时呢 还有一点点的白嫩的感觉在 就是修护滋润白嫩 我觉得非常的好 好下面来说的是面霜 那还是要说的是Fresh家的这个面霜 就是它让我非常的惊艳 首先我非常喜欢 就是它的修护力非常的强 就是它已经高过了Lamere的修护力 就是我很少用到 这么强修护的面霜 其次呢就是它滋润度很强 但是又不厚重 不会说一闷在脸上 我要炒菜了 就完全不会 自己之前皮肤有一点点小小的状况 就非常的干 干得又非常的刺痛 我也不知道是身体的原因 还是换剂啊 干燥啊什么之类的 就有一种 你的皮肤马上下一秒就要 爆满了痘的那种感觉 就是磕磕巴巴的那种 就是非常的吓人 我就赶紧把它涂在脸上 然后一夜之间完全的修护了 我觉得它就属于那种 强修护 强滋润 强有效 就是你说它有什么特别的 滋润修护有效 好像好多面霜都是这样 但它的就是 你可以给它加一个强劲感 就是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是干性 沙漠 中性 都可以使用它 那你是油性 或混油性 比较建议你 选soft cream的那个版本 那关于这款面霜 它有一个 我觉得说它的缺点 就是它单价非常的高 它超乎了我对Fresh的一个想法 我没想到Fresh家的面霜 会这么贵 就没想到 那其次呢 它没有任何的香味 那这是它的优点 也是它的缺点 没有添加任何的香氛的 那种奇怪的不好的东西 对脸的刺激会比较小 但是你上脸的那种愉悦度 可能就会降低一些 但是它是一款非常好的面霜 非常有效 非常滋润 就是推荐给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面霜的质地 它是属于那种霜状 就是很像冻住的冰淇淋 就是有的面霜 它是属于融化条 它是属于那种冻住的 它推开以后 就是非常的哑光 就是它的哑光的同时呢 又非常的滋润 很轻薄很滋润 就是很难形容 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的缺点 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防晒 那我今年用到最喜欢的防晒 是Evidence家的防晒 它这款防晒 就非常像是一个精华液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一个防晒精华的效果 就是它用在脸上 吸收非常的快 成膜也非常的快 而且味道非常的高级 很轻薄 但是又很有效 你把它像刚才的面霜 你觉得它滋润了 然后用这款中和一下 你的脸就会有一个亮透亮透的感觉 就别人就会觉得说 这姑娘没化妆 肤质还挺好 就是透亮透亮的 白白净净的 就那种感觉 但是呢 你又不会觉得脸上炒菜了 或脸上闷了 或者是痒啊 干啊 完全都没有 就是一个精华涂在你的脸上 就那种舒适度非常的高 就是我觉得说 今天所有的产品 只有一样 必须推荐一样 就是如果大家有一天说 你的年度爱用 只能分享一样东西 你要分享哪样 我觉得分享这个Evidence的防晒 那这是防晒霜挤出来的质地 就是很像很轻薄的一个水润的精华乳 就是相当于保湿精华的那种效果 好 下面还有三样呢 是一个我的保留口袋清单吧 就是每一年的我的爱用 其实都有它们三个 但是我不能每一年都是同样的东西 对不对 就想说今年试一下新的 跟大家分享 然后但是它们这三个 是我一直常年不间断的爱用 然后因为我太喜欢了 我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来说第一个 它是Lamere的经典面霜 这个面霜我都不知道 我回购了多少瓶 就每一年不停地在用 不停地回购 然后还是很喜欢 就是只要打折 看见折扣合适 我都会囤的那种 就是家中有它 安心必备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的雷电 就是如果大家 只让我分享 我所有的东西当中 只有一种面霜可以分享 我还是想推Lamere的经典面霜 那对应的呢 就是Lamere的浓缩精华 那这款浓缩精华 就是可以抵抗你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困惑 就是你护肤上 如果你只有这一瓶 其实我在怀孕的时候 用的东西非常的简单 就是浓缩精华 加经典面霜 就是用了我一整个孕期 就完全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肤质非常的好 就是维稳保湿滋润 全都占了 而且一点都不粘腻 像我这种皮肤吧 油了不行 干了不行 刺激了不行 香了不行 淡了不行 就很多的条条框框 但是它完全的都可以 hold住我这张脸 所以我就非常推荐 如果你是一个大敏感肌 无论任何肤质的敏感肌 你都可以闭眼入 我觉得它都是非常好 但是它有它的缺点 就是它有一个规感 我自己是可以接受这个规感的 就是它不会让我觉得 用着不安心 但是有的姑娘们 可能会很介意 所以就是要尝试一下 还有一款就是 La Perry的精华油 这款精华油 我也推荐了很多次很多遍 就是我非常喜欢它 喜欢的点呢 就是它会对你的 初抗老非常的有效果 它是一种A纯的油 所以你只能晚上使用 然后它单价很高 但是它用量非常的少 你就用一滴 混在你任何想混的面霜里面 你的脸就达到了一个 抗老的效果 就是你会让脸有一个 紧绷 提拉的效果 不会说你如果是做完医美 它的紧绷提拉效果非常强 它不是 它是属于那种 细水长流的一种抗老 就如果你今天像我胆小 我不敢做任何的医美 我只想就是用护肤品 简单的护一下 就让我的脸维持在这个年纪 大家知道A纯的油 其实很多都非常的刺激 它这款就是完全的都不刺激 像我这么敏感的肌肤 任何情况下它都可以使用 其实我之前产后 然后肚子上就很怕就是有蚊 我也会用它强效地 让我肚皮紧绷一下 当然这种可能会是一个心理的效果 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人的心理就可以战胜一切 就是你觉得它好用 它一定是好用的 当然你可能就是见仁见智吧 我这么说 大家可能就觉得我跟卖广告似的 但其实真的不是 就是我非常喜欢它 这么多年了 就是我还是很喜欢它 很推荐它 好 以上就是我的2023年的年度爱用 那我现在都是比较偏向于极简护肤 所以就分享的东西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分享的每一样 都是非常一顶一的好用的 所以大家还是有一丢丢的参考价值吧 那就让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